接下来呢是我个人最期待的一场比赛 因为这场比赛当中有当今世界最最厉害的世界格斗之王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对阵的双方 首先有请蓝方北飞第一高手蒙龙慕斯塔法 下面将要抽唱的是头顶十项世界冠军头衔的世界格斗衔的 格斗之王 Andy Shu Ware Good Lord Fight Good Lord Fight 南方选手 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 年龄二十五岁 职业战绩五十战 四十五胜 十四次击倒过自己的对手 被称为北非武林的第一高手 Monaco Mustafa Haida 红方选手 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 年龄三十二岁 职业战绩一百五十一胜 十五负一平 曾经八十八次击倒了自己的对手 他是当今世界 无可争议的格斗之王 许多我们所熟知的王者 都是倒在了他的手里 世界泰拳王子波球 还有日本经过多年培育出的 民族英雄格斗之王摩杀斗 都倒在了安迪的脚下 下面让我们欢迎 世界冠军 安迪 舒 满场比赛有请场上裁判郭义 满场比赛有请场上裁判郭义 特别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青海卫视和昆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爵 周火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陈沛 我是全方位负责人蔡之贤 現在比賽已經開始 那這位穿長褲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這個Andy Soar 那他這個最大的特色是穿長褲 在過去K1的時候 因為他長褲裡面 這個Mosato懷疑 具備有特殊的功能可以抗擊打 所以多次的抗議 他到最後就索性就是穿長褲了 那今天大家很幸運的又看到穿到長褲 對 這個多少有些和這個全台並不怎麼協調 那不過除了這個長褲之外 他有相當著名的一個S型的打法 就是對角線的 Andy Soar應該是荷蘭打法的這個代表 對 荷蘭是一個格鬥的一個大國 出了非常多的王者 我們可以注意看他的這種連續組合的不同角度的進攻 那Andy很喜歡先蹲一下 做一個假動作 騙你一下再做進行攻擊 不過他的對手藍方還打 這個也不是弱者 看他的擴背機就知道他相當擅長勾拳 好 這籃方選手實際上這個速度也很快 對 他是摩洛哥的選手 那摩洛哥也有很多選手是會到荷蘭去做訓練的 對 對 我相信他們對彼此的打法都相當的熟悉 好 這個藍方的一擊後手中圈 好 這個藍方的一擊後手中圈 噴水噴太多了 選手有一個習慣就是在上場前會把水吐到地上 結果造成自己滑倒了 對 有時候中場的時候用水澆下頭沒有完全擦乾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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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了解 安妮說有很好的習慣 他動作的時候會先做一些假動作再進行攻擊 而且他的吐氣是相當的一個明顯 一拳一腳的吐氣的話 對於這個體力的調節是有相當好的作用 壓到腳落了 安妮雖然說這個九步順明 但是呢 我想很多他的對手對他了解也非常多 對 非常了解 對 其實拳雷組合只要多往後閃個幾步 就已經失效了 因為你要做到行進鍵的拳雕組合是相當困難的 通常是在原地做拳雕組合 我從第一句看的話 這個安妮雙的優勢並不明顯 對 對 對 這個魔肉球拳雕手打得也非常出色 是 我們看一下精神的回放 該這個高邊腿 藍方選手很巧妙地閃過去了 然後剛剛 安妮雙把這個 對方的邊腿撥到一邊 再進行反擊 這是藍方選手 抓準了對方的拳 或抓準對方的腳 好 進行這個 用拳來做反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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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比賽現在開始了 對 藍方選手的編隊相當的快 我們希望看到這個Andy舒瓦的流暢的XC進攻 在賽前的話大家都預設Andy舒瓦會是今天的一個獲勝者 不過看到八拆那一場之後 對 包括看到伊莎的一場以後 誰也不能夠輕易做預測 這個摔並沒有效果 這個藍方選手實際上防守非常好 一個T級之後再加一個後手重拳 相當的漂亮 這個藍方選手的一個態勢的摔法 就是把手放到這個對方的一個頸子後面 去拉對方的頸子 藍方選手要注意一下 只要你到了角落之後 就是Andy可以發揮他的S型打法了一個時候 Andy呢打的是應該說非常主動 但是有效的打擊也並不特別多 並不多 因為藍方的防守太好了 對 這個把對方的這個腳撥開 相當的漂亮 還有一個換拳 Andy的防守很好 跟一個掃腿 把藍方掃倒了 剛才並不是這麼急 對 對於Andy Sauer的這個鞭腿啊 這個藍方選手都會予以第一時間 用拳來做防守 還擊 打了一個漂亮的下骨拳 能打出下骨拳的這個拳手 實際上技術是相當好的 對 因為他對距離的要求太高了 Andy有做一個西裝 這個很重的一個鞭腿 很重的一個鞭腿 而且還有帶一些變化 這個技服也急得非常好 我覺得藍方的這個技術也相當好 所以Andy要贏的這一場相當的困難 因為Andy這個萬兔加一個鞭腿啊 其實對藍方選手來說 不具有威脅性 這個西裝的話其實也威脅性也不夠 因為Andy這個萬兔加一個鞭腿啊 Andy現在也沒有特別有效的打擊方式 對 對 沒有找到 而且力量也不夠 而且力量也不夠 剛才的邊拳打得差點燒爽 對 你看這個藍方的高邊腿 藍方的組合拳反擊 拳腳組合反擊非常漂亮 實際上這個藍方的力量也很大 一個摔法很漂亮 這個算是假緊摔 這個算是假緊摔 對 對 現在沒有用到一個顯露的術 剛剛一個態勢的算一個摔法 一隻腳放到對方的一個背後 然後去往對方的背後一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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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比賽開始了 那安迪還是主動進攻 但是藍方一直防守比較好 對 到現在也沒有看到有任何體能的損框 對 這場是 這場是 對 很漂亮的一個比賽 很漂亮的一個比賽 節奏相當快速 現在都非常著急 都在場外知道 頂尖的選手啊 在做環擊的時候啊 是會做組合拳的環擊 拳腳組合的環擊 一般選手做單發的環擊就相當不容易 有的能環擊 對 對 因為他的能力只能夠用於防守 他們是拳腿組而能環擊 你看這個相當漂亮的環擊 到現在還是四軍力力 對 不知道會不會打入一場賽 安迪的這個進攻還一直保持不變 這也非常難得 對 你看到第三局依然還是這麼修正的環擊 藍芒選手是一樣 哇 這是一個摔法 這是一個摔法 這是一個切 對 因為被摔再起來之後 力量會消耗很多 我覺得感覺到好像那個電池漏點一樣 沒有人非常多 好 藍芒自己失去平衡 其實到現在雙方並沒有特別有效的重擊 雙方都沒有 沒有 對 好 這是踢到自身體 這身體來 藍芒屬有點受不了咯 那 稍微這個平衡要有些下降 直升隊的時候這個要攻擊 Andy似乎會在抓這個直升隊攻擊喔 Andy R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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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意外了 他在做緊急處理 這個地方應該他也不是第一次受傷 對 就是說縫了又開了又縫 用凡士林把他扶上了 他先把血指做 對 所以雙方在做進戰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個看起來好像還是可以繼續進戰 對 但有時候對事情和心情會有影響 教練在面獸記憶 來 進戰 Andy繼續保持進攻 但是藍方似乎準備反擊 在最後時刻反擊 他保持非常好的體力在反擊 然後這是非常快的 這是換Andy被掃倒了 這也是踢到了支撐腿 哦 這個是轉身擺腿 Andy的流血似乎還沒有止住 对 对 台湾还注意Andy的美脚 最后10秒 后跟机没有成功 双方相当的激烈 有可能会进入延长赛 暴摔 打得真是势平力低 我希望能够有个加实赛 两个人都拿这套没办法 我不太清楚这双方不会赢 所以我觉得严有可能有个加赛 有可能 看 蓝方一个1-2 Andy就还击 Andy一个1-2 kick 蓝方就用拳还击 这个比赛真的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也许大家看到没有KO 没有流血 没有洒的满地都是鲜血 比赛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比赛 Andy在比赛当中 发挥了他著名的X型打法 就是交叉的火力组合拳 非常的厉害 往往在对手出一拳的时候 Andy三拳四拳加上左右的扫腿 非常的厉害 非常漂亮 不过Andy的体力好像有点问题 因为年纪现在也不小了 D 哥给你个建议 岁月不饶人 要注意体能的训练 你看我为什么不上擂台呢 我得上班我没有时间练功吗 你们都觉得自己是胜利的获得者 什么? Both of you think you are the winner of the fight You are right 他们两个都觉得自己是胜者 其实答案就是是的 双方战篇加赛一决 Andy Mustafa You got an extra fight 现在双方教练啊 如果有第四局比赛的话 对双方体能是最大的一个考验 体能好的会在第四局上可能会获胜 也许是对蓝芒 毕竟年纪上有点差距 32岁对25岁 但Andy的话 我觉得体力还可以 在整个三局比赛中 都把握得积极进攻 对他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他还有最丰富的经验 对太丰富了 相信他也打过很多这样艰苦的比赛 好 加赛的第四局开始了 好 加赛的第四局开始了 这个前三局双方一直保持了非常好的那种快节奏 对 然后Andy的血已经喷到了 他可以留作记念 可以 我可以留作记念 看第四局双方会 还会接近全力吗 还能保持聪明的体能和连续进攻吗 对 男方紧盯了Andy 虽然Andy做了很多假动作 但是男方不为所动 对 男方一直在盯着Andy 要抓他的一个 对 对 双方体能都有下降 这都听一听 支撑腿常常会照跟对方的摔倒 Andy在抓支撑腿 这次有抓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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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又要扫他 因为男方啊 这个前脚举得太快了 他很喜欢把 所以造成Andy可以有扫腿的机会 Andy的这个 Andy又又不高兴了 因为 头被撞到了 第二次被撞到了 但倒并没有什么故意 对 可能是个不好的一个战斗的习惯 我觉得男方应该刺激出动打高 在场面上那个打得更好一点 那一个 因为这时候赢得太后的重点 对 太精彩了一张比较 糟糕了 这个打得非常漂亮 糟糕了 这个打得很漂亮 被堵秒 这个 没有堵秒 这是被中极的 Andy要小心 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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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这个男方可以抓紧时间打组合 其实这个时候Andy内心也有点压力 有压力 对 他看起来是比较劣势的 对 很明显有压力 因为刚才不是直身腿的问题 而是真的被击倒了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摔法是无效的 应该多做一点形状 但是Andy的血也流传了 对 血又流传了 对 只剩33秒 Andy能不能把握时间 最后应该是打好最后几秒 最后应该是打好最后几秒 不然这局Andy会输掉 糟糕糟糟糕 最后几秒 对 就是令人跌破眼镜的一场比赛 这是非常有经验 就可以打好最后几秒 对 再一个扫腿 但是没有分数 只剩10秒 Andy拼命做西撞 这蓝方应该打出最后几个组合拳才对 对 给裁判一个 有 Andy已经背向蓝方了 好 再一个西撞 结束比赛 实际上可以出几拳结束 双方表现得力 我觉得Andy贏不了这个比赛 对 太令人紧张的一场比赛 这个动拳 重拳的打到这个Andy的脸上 刚刚的后拳踢失败 反而被Andy重拳还击 支撑脚的攻击 Andy抓得相当好 这是中华的爆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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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再是平局了 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擂台就是这样 是一个生产意外的地方 三名裁判 一致判定 本场比赛 藍方华胜 And winners The Blue Counter Fighter 是中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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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中华胜